今天要录的牌卡是他平时有在想你吗 也就是说在近期这几天内 如果有的话呢想到你是什么 如果没有他在忙什么 那他除了想你还有别人吗 我们从里面看一下 那最后面会给你一张字卡哦 那选择你有感应的牌卡 如果需要想一下按下暂停键 那我们解牌 选到第一支牌卡 我们直接来看呢 你所想的他 有没有在想到你 甚至他现在在做什么东西 这个是沙曼牌卡 好我们来抽 好的 好那我们来详细的解牌 以前第一张牌卡他有想你吗 我跟你说 这张牌卡这张叫做灵魂的追寻 问他有没有想你灵魂的追寻 那你说有还没有 他正在灵魂的追寻 当然就是有啦 代表的是什么 他正在一个灵的境界的一种追寻当中 甚至呢 他一直无止境的一直在想你 可是他想你想的是什么 他想的是他去面对的那一恐惧 去拥抱的那一个死亡 不论你们的关系是如何 其实他现在有点感觉 你们的关系是有一点停滞的 也就代表他会反复的去思考 你们以前发生的所有所有的曾经 可是你不用紧张 这张牌代表的是潜力牌 跟他有在反省自己的缺点 所以他在想你的时候 他想起了曾经跟你的过往 比如好了 他今天觉得他跟你看电影 那你们一起评论了这一个电影的结语 他觉得 我是不是讲错话了 我这样讲 会不会觉得我好像没有认真看电影 或者是我这么讲了 他有没有觉得 你有没有觉得他非常的聪明 然后帅气 很懂的电影 所以他一直在思考的是这个 因为他一直重复的在反省 跟你之间的点点滴滴 那张牌代表的非常有潜力 什么潜力 他想要跟你追寻的是未来的那种愿景 他想要跟你之间打开未来的那一上门 那想要为你们两个人生写下新篇章的钥匙 所以张牌代表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此时此刻 他觉得你是老天鱼给他的礼物 那透过在这一个自然界的这一种时间的度过 跟你相处的每一天 他都觉得非常的越来越清晰 那如果你们是分手锻炼 经过了每一天的分手锻炼来说 对他而言 他想你的时候 他觉得你的画面更清晰了 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已经算是他坐在沙发上 或者是走在路上 或者是离开办公桌 任何每一个角落 你都一直无止尽的在他的大脑里面盘旋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想你 他什么时候才不会想你 他其实有点尝试想要跟你联络 可是他没有收到你的讯息 他一直在思考的是 你是不是比我还忙 所以有时候你会说他那么想我 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因为他脑子里面有太多的声音了 跟你们曾经太过的那种回忆的点点滴滴 导致于他一直在思考的是 你到底喜欢我还不想好我 我不知道 所以他一直觉得你很忙 他怕打扰你 所以他不敢去找你 所以当他无聊的时候 或是当他离开位置上的时候 他只要脑袋里面没有工作没有什么 他空档之余他都在想你 所以这个能量非常非常强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很明确他都已经在想你了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跟你真的关系 他是有在回忆以前反省自己 希望你们可以再打开一个新的这一个钥匙 那这个就是一个Rainbow 因为彩虹 彩虹代表的是什么 你们两个人拥有那个天国的阶梯 那我们说彩虹有几个阶梯 彩虹象征的是什么 在灵方面还有七个步骤七个解体 七个脉轮的颜色 在喜马拉雅山的时候 彩虹被我们视为什么 充分的了解 它是一种光的折射 可是呢 它也代表了物质世界跟精神世界的一个桥梁 在生命的尽头 我们可以穿越彩虹桥 达到什么最高的天堂 所以当彩虹出现的时候 你不要紧张 你跟他的关系一切变得非常的好 甚至他想你都是想起你的美好 想的是跟你之间的未来 彩虹也代表的是什么 风暴已接近为神了 什么时候呢 彩虹会出现暴风雨过后 所以黑夜即将过去 如果正在吵架分手段年龄的你们 不用紧张 只要你愿意坚持不懈 黎明前总是黑暗的嘛 宇宙告诉你 不要放弃希望 这个人有想你 而且他正在反省 事情一切都会转好 只要你聆听早晨的公鸡在叫 即使夜晚是黑暗的 你不用紧张 因为公鸡会宣布黎明即将来立 那也要宇宙告诉你的是 你们两个人之间还不是到尽头 你们缘分未往待去 还不到胜利的时候 你的警戒心不要下降 他要告诉你的是 今天他还没有来找你 是因为我们说他在重复的反省 过在现在曾经跟你的回忆 他觉得他自己表现不好的时候 那你不用紧张 他正在一个困顿 可是当他想开了之后 他绝对会来找你跟你确定正确的关系 不用紧张 所有的礼物都在你的手边 你不用觉得你错过他了 他现在正在一个做白日梦的状态 等到他想开以后他会实践 但是我们问的题目是他有没有想你 我跟你说他非常非常的想你 他想你的程度都是在懊悔自己 是不是表现得不好 所以想起的是跟你之间的像彩虹般的美好 这个是一个野性之女 我们就说了问他在想什么 看到了野性之女的代表是什么 他想你某种程度你非常的性感 这张牌好代表的是 他想起了你是一个那么真实 那么自由的奔放的 摆脱了社会所有的限制跟文明的整合 他看到了你的那一种 内在的欲望的野性 他觉得你是他人生中的那个另外一道光 如果他是一个很拘谨的 他在你身上看到了自由 如果他是一个很自由的人 他期盼你心里面的那一头小野兽可以为他点燃 所以这张牌就是幸运之牌啦 所以他想起你的时候也包括了幸运哦 你是他人生中要揭露的那一盏灯 你自然而然的一直在那个黑暗中明亮的发光 他今天不论跟你之间的结果是如何的 也许难受也许被你拒绝 可是他一直无止境的想着你 他想朝你前进 可是他对你是有点恐惧的 所以这张牌有恐惧的意思哦 因为你太过于狂野了 而且呢他也觉得你很做自己 但你不用紧张 当他想开的时候想要拥有那个梦想自由的时候 他会鼓起勇气走向你 他很羡慕你 但是他能够成为你吗 目前为止呢 看不到他想成为你 但是他是即将想要追随着你 那这张牌卡代表的是有点警告的意识要放手 所以跟这一个人的关系 其实你的野性能量很强 野性能量代表的是你占有欲 代表的是信誉 他除了对你有信誉之外 他也很害怕你的占有欲 他担心他没有办法满足于你的欲望 他没有办法消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说你们分手断练 他明明很想着你 明明想要跟你和解 明明呢觉得你是他人生中的那一道光 彩虹之光 为什么他还没有来前进 原因就是这一个 他怕他驾驭不了你 他满足不了你 那这张牌卡代表的是什么呢 他想你已经非常明显了 那这是代表一个是螺旋 螺旋就代表他陷在那个漩涡里面 但是我们说 他想起你之外 他曾经想起你跟他说的话语 那这一个人十足的想你 你看从头到脚 想你想的不行 从眼睛到耳朵到脑袋 不停的盘旋 我们说呢 这张牌卡有 海滩上面的小贝壳的意思 那这个螺旋代表的是什么 声音 我们可以透过呢 贝壳里面的那个螺旋 可以听到海浪的声音 所以他想起你 你的声音也一直盘旋着他 他非常喜欢你的声音 他觉得呢 你的声音可以提醒到他深层的意识 甚至蔓延到天空的那一个捷径 所以以前如果你曾经跟他说个话语 他谨记在心里 所以我说这个人有反省的意思啊 他将会呢 把自己呢 变得一个全新 摆脱旧的皮肤 那好好的朝你前进 这张牌卡一样有处理错误的习惯哦 所以不管你们的关机如何 它是一个很脆弱跟感到恐惧的 可是他有透过于想你的能量 想你的声音 想你们的回忆 想你们的种种 想你的身体 引导出他想要走向更新的人生 走向你 所以呢 这张牌卡也有 如果说我们能到一个绝处的时候 他会进行一个重生 他会找适合的时间来朝你前进 那现在是时间吗 那你可能要测别的牌卡 才知道时间在何时 因为我们这张牌卡 只说说的是 他有没有在想你 他一直在观察着你 有没有看到这个黑豹的眼睛 这么的明亮 所以他在暗处里面观察着你 这是一个每周报 那我们说每周报是 亚马逊和生命里面的保护者 在恐惧的时刻 他会带来勇气跟确定性 所以呢 他会透过暗中观察你 来决定什么是时间点 所以如果可以呢 打开你的IG 打开你的线词 打开你的社群 或者是换你的大头贴照 他必须要很清楚 你现在的生活的方式 他才知道他如何去追随 如何去把自己的脚部的 那个标记 清清楚楚的 把这个无所畏惧 跟大自然的热带雨林 去做一个结合 他才知道怎么样去攻略你 就是这么的简单 可是他会让你看到吗 不会 因为黑豹是生活在阴影 可是黑暗中 总是会把白天跟黑夜 融合在一起 所以这张牌卡代表的是 他想要克服自己人生中的 一种极限限制 然后从你朝你走向来 所以啊 你是他人生中 那一个不愿意探索的 神秘的黑暗的地方 他觉得 所以他不能鲁莽 所以他观察好之后 他才会朝你前进 所以这就是给予你的牌卡 我们看他想跟你说什么话 这是我随意抽个牌卡 越来越喜欢 所以这一个人 透过反省 跟透过想你 跟想你的声音 想你的身体 想你的种种的回忆 他越来越喜欢你 喜欢我的牌卡 记得给我个赞 香香天天更新 疗愈你们的心 如果需要免赞 记得留言 然后香香会告诉你 资讯呢 下次影片见 选到这一组牌卡 请问你所想的 那个人 有在想你吗 如果没有想你在干什么 他有没有别人 跟他想要跟你说什么话 来 我们来看一下 给你的牌卡 这张牌卡 主要是可以帮助 你们找到方向跟讯息 所以我就喜欢用神域卡 给你们方向是 比较明确的 甚至比较温馨 因为会来看香占卜的人 好像都有一颗非常受伤的心 那有一些人 可能会留一些负面的留言 你们不用紧张 你们可以留没有关系 因为 每一个人的情绪 都需要有一个出口 放心 香占能量很强大 就算你们又哭又闹 又吵又叫 我也是维持一样的我 因为我月亮在金牛 所以是一个非常稳固的人 这张牌卡代表的是 不论你在生活上 是否有一个伴侣 都可以假设他们已经存在 并且是在你身边 而且经常的提到他们 爽不爽 我今天的题目是爽吗 还不赶快给我赞 你看第一张就抽到了 这么爽的牌卡 所以你真的是选对了 这张牌卡叫爱的序语 他只会讲爱情的事情 好啦 不卖关子了 我们说呢 他有没有想你 有想你 而且他一直提起你 他一直觉得 你在他身边一直存在 等一下 你是他的冤亲债主 是不是 他时时刻刻的 一直跟朋友提到你 因为他觉得你的行为 思维 好像特别的跟别人不一样 他想要跟你建立的是一种 真实的关系 更多的联系 他很希望 你时时刻刻的在他身边出现 所以他想你想到 他想的是真实的拥有你 他觉得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他就跟你一起生活 似乎可以改变他原有的生活方式 调整他自己的态度 甚至他觉得你可以提高他的生活品质 所以这一个人呢 简单 跟你讲 他就是想要跟你这样 此此刻刻的拥抱在一起 最喜欢黏在一起的星座有什么 就是水象星座啦 真的很爱一个人的时候 天蝎是还蛮黏的 可是他们偶尔就是会顾应虐待 顾应虐待只是单纯的 只是我想要证明你爱不爱我 就这样而已 然后另外一个很黏的星座 就是双鱼座 再来就是巨蝎座 再来就是天蝉座 对就是这么黏 什么其他星座的人才会再过年 当他太爱的时候 射手座 狮子座 太过于喜欢的时候 大过于朋友 他们就会很黏 那再来 这张牌卡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你被提醒要活出真我 真实的对待自己跟自己的情感 所以他真的很喜欢你 可是他希望你可以对他坦诚 那就代表说他可能跟你之间有一点距离 是不是你有一点抗拒跟他黏在一起 那有些人会说是他不跟我黏在一起 因为我们是不限关系 所以如果是分手断联的人 他不再跟你黏在一起 你就要明白一件事情了 也许你做了什么伤害心 而导致于他觉得我们应该要真实 说出我们的话 他觉得所有的关系里面 真实的对待自己非常重要 因为他觉得你好像有点在压抑自己的情感 所以他有时候摸不透你 所以他有时候要做些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事情去触及你的心 所以他希望你可以做真实的自己 可是你可以表达 你不要去掩盖于你的内心 不然他看不透 所以我们说他都在干嘛 他都在猜测你的心 所以他想你的时候一直在想你的心 在想什么 他一直时时刻刻的在猜你的心 所以呢 你是不是要勇敢的说出于你心里面的话语 那这张牌卡是不认你们是任何关系 这张牌卡说的是爱是不放弃的 也不会上市他的信仰 所以他想你想的就观落影你 什么叫观落影 因为我这边有很多海外的朋友 观落影就是透过于宇宙的力量 可能有像像这样子的人类啊 去做一个去截取你们在想什么 因为我一直说他在想你想什么 好对不对 所以这叫做做透明 叫做观落影 透过其他的力量来去猜想你们在想什么 的能量非常非常强 那因为他对于你的爱还是不想放弃的 不会你们是任何关系 他就你们这些爱还是有希望 所以他都在透过信仰在引导你 如果你也说对对对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他我的冤亲在主前世灵魂 我一直时刻想着他 做么想着他 哦对 因为他在观落影你 所以你就会一直想他 我们说能量是代表什么 当你很想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他会感受得到 因为万物皆是灵 所有的一切 风也是有灵的 他可能会透过于你的思绪 空气弥漫 然后那一种宇宙的光都会打带他的眼 你像月亮 许愿 所以我们说 不论是古今中外 我们最常做的就是跟月亮许愿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看月亮 所以透过月亮的许愿 你可以传达云 你想要告诉他的心 宇宙会透过他的力量 不论是睡梦或什么的 去让他感应到 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 你们要记得的一件事 他今天真的觉得你们的爱 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必要的时候 他会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改变 去克服你们两个之间的障碍 你们唯一要做的是什么 释放恐惧 所以啊 你们的爱情 才会永久的存在 所以你们两个人 欠缺的是什么安全感 所以他觉得现在就退后一步 让自己记住 现在此时此刻是永恒的 所以他是非常爱你的 只不过呢 他一直在踩你的心 所以他看不透你 他很喜欢你想跟你们在一起 可是因为他不懂你的心 所以他产生了恐惧 所以不安全感 是你们两个之间的课题 可是他们想你 他时时刻刻想着你 甚至这张牌卡代表是 将把注意力从问题转向爱 你们两个人之间 应该蛮多的困难跟争执 导致于你们两个爱情 没有那么的纯粹 老是在选择 所以我们说 这段关系有没有机会 会有第三个人存在 这段关系是有的 所以才会有选择 醒深呼吸 想一下 鼻子的选择是什么 所以他需要在你这边 得到一个很明确的 你在想什么 他安全感是什么 他才有可能选择你 因为如果是有负面情绪 或是你过于负面 或是你们曾经的那些负面的争执 太过于大 不好意思 这个爱就消失了 他很明确 所以他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 那我刚才说什么星座 天蝎座 爱恨分明 能量非常非常强 像香香也是星盘有天蝎座 所以我也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 那这一个牌卡也代表的是什么 让自己在这个时刻 沉溺在爱情的体验中 他是一个很需要爱的人 所以刚才我说那些星盘的人 没爱会死掉就是他啦 他思考爱的时刻 会将他的心灵去扩散 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回忆你们爱的瞬间 他会打开心房的 如果你们不认识任何的关系 其实他此时刻还是打开的心房 期待于你修复你们两个人之间 曾经有过真正的创伤 或者他以前爱的创伤 他需要很多的爱涌入 然后让他的头脑保持清醒 如果你真的爱他 他需要你给他爱的宣言 整个世界非常的重要 所以不论你们是任何的关系 如果你们再重新的连结 这一个人会告诉你的 是我要公开的关系 我不要暗地里面来 所以这一个人没有办法接受 地下恋情 那要蛮多来找我的人 都是有情感 有婚姻关心中的人 通常侧人都是第三者 他告诉你 他没有办法接受 永远在阳光之下 所以你可能要让他露出光才行 那我随意抽的牌卡就这么神奇 我真的是随意抽的 很难过的时候希望你在身边 我说这个人想要怎样 时时刻刻的跟你黏在一起 所以他想不想你 想你想到不行 想要把你黏在一起共舞 好吗 如果他能够难过的时候 你能在他身边 真实在他身边才是他所养药的哦 那香香每天更新 疗愈你的心 喜欢我的拍卡 记得给我一个赞 那记得哦 如果你需要免赞 记得留言 香香会给你资讯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第三组牌卡呢 请问你所想的他想你吗 除了想你之外 他还有别人吗 他不想你就说 他在干什么东西 最后面我们再来看 他最后面想跟你说什么样的话 跟他想你在干什么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所想的他有没有想你 这是一个浪漫天使卡 所以一定就是带给你很多的浪漫 他可以帮助于你 跟你最亲密的人 有一种清晰的方式 做一种天使爱的连结哦 用透过吸引力法 来帮助于你们修正你们的爱情 对 太多人说要找我做教学 可是其实我真的蛮忙的 所以我会乖乖的细细的 把牌卡解清楚 所以想教学还是关注我的影片 那我们先来咯 第一张牌卡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浪漫天使卡要告诉你的是 出现了第一张牌卡 叫做放下控制 我们来问说 他到底有没有想你 他在放下控制 他会希望有没有 让这一种状况 如何自然的发展 所以啊 这张牌的代表的是 现在他在自己的感情生活 他现在利用工作来摆脱 想你的想法 他甚至想要通过其他的控制 不去想你 他担心想你 一直想 会让他自己失望 这一个人的能量比较富人 再加上生活中有很多的时间 因为他似乎有一些 生活上的压力 他也要去赚钱啊 或是干嘛 所以他没有空一直想你 所以他只好 不去想你 控制自己 不去想你 他就算他人生生活 他必须改有的前进 今天不是说他不想想你 是他没办法想你 所以他有没有别人 如何 是不是有别人 所以他不能想你 他要压抑自己 没有办法来朝你前进 所以这张牌卡 非常的明显 他在控制自己不想你 因为有某种程度 他必须要控制 因为他人生可能被别的东西给控制了 他也不想要辜负你的期望跟担心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此时此刻 被一段的关系所困住 除非他放下控制 他才能朝你前进 但是这张牌卡代表的是 他必须得放下控制 那他就是控制自己 不去想你 因为他担心想你之后 他会越来越焦虑 他必须要跟你之间的关系 是轻松自在开放的 他才有办法去迎接这一个挑战 那也有某种程度是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 你太过于控制欲了 所以他可能也没办法跟你轻松 自由的状态 所以你要跟这些人展开 他也是一种轻松自由的状态 他才有可能朝你前进 所以控制牌很明确的就是 今天他不想你来自于 都是跟控制有关 不论他被他人控制 或者是被你控制 这一个能量非常非常的强 那为什么我会两个都说 因为大众的人这么多 所以我们只能大家自行的套路 那这张牌的代表也是 去爱是一种安全的 所以啊 敞开心扉给予跟接受 一切最高能量 这张牌代表是痛苦的人际关系的经历 所以他要保护自己的心不要受伤 所以他有没有想你 他有啊 可是他没有办法 他必须要控制不去想你 不然他的心会受伤 所以他到底困在什么关系 甚至很多第三者三角恋的能量在这里 所以请留言一下 这个人不去想你 应该是他身边的人不准他想你 如果呢 今天呢 这张牌是盾牌 那爱要怎么进入内心呢 这张牌呢 代表是封闭的心会排斥你想要吸引你的名单伴侣 你有把你的心打开吗 今天就算他想要敞开心扉让你进来 那你有把你的心打开吗 这张牌呢 一直在强调的是叫做保护 我们的过度于保护 他身上就会像刺猬一样的蛮刺 我们过度的保护 我们会像乌龟一样 缩在自己的硬硬邦邦的龟壳 那谁有办法来接近你 如果我们过于保护 我们会像蛤蜊一样 怎样 紧紧的这样寒柱不打开 人家怎么会知道你里面有珍珠 那他现在就是这样 他必须要被爱之后 他才会愿意打开 他的蛤蟆的壳 他才会愿意乌龟才会从 他的四肢的洞生出来 那刺猬就会怎样 不那么的紧绷 他的那个刺就会比较平一点点 他需要的是一个善良跟温柔的人 他才会愿意为他敞开心扉 所以你有没有这么善良温柔 所以啊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要让他感觉 你想控制他 他需要的是一个温柔的关系 那他就会怎样 无止境的 无条件的想你 所以你的能量呢 如果你们还在关系中的话 记得温柔体贴很重要 好不好 当然他才可以把他柔软的 那个部分来让你接触到 真爱 他想要的是一个真爱 那你是不是他的真爱 你是他的真爱 可是因为大环境影响 他没有办法超越前进 他想要说的是 你就是他一生的最爱 你 选到这张牌卡 他在跟你相处的时候 不论你不是分手锻炼 你曾经是他真诚 而愿意去持久的这个真爱 如果说他今天有别的选择 他知道他爱人是你 可是他没有办法控制 他必须得要去照顾其他人 那如果你们是关系中的话 他在控制自己不去那么想你 因为他担心他自己受伤 因为他太爱你了 这只有一种真诚的持久的爱情 也代表的是 这一个人对你真挚的爱 你们两个人需要克服很多的问题 那你们问题怎么样克服 我就说啦 温柔善良就可以了 只要你们愿意诚实的交谈 那你们的真爱就会开开心心了 可是不能有不舒服的话题 所以就代表 需要逃避一点现实 口说好话甜言蜜语 那这一个人你就跟他可以好好的 得到那个真爱的到来 那这张牌他有说 如果说你们是三角恋 不要跟不适合的伴于妥协 不然的话呢 原谅就是纵容的开始 这张牌代表是 就算他跟你之间是真爱 你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善待自己 因为真正能给你爱的人是谁 是你自己 如果你自己不爱你自己 那谁能爱你 就像网友有一个人留言说我应该如何获得我的安全感 其实就很简单 今天你的安全感来自于哪里 你希望你爱的那个人在乎你 所以你是不是就有安全感 所以虚航问暖之类的 那有人就会说香香 香香我要怎么培养跟我恋人的安全感 香香都怎么做 明白吗 我会跟我的男朋友说 赵山昌传你吃什么东西给我 他就会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要这样子 你才不会换得换失 你才会觉得我有在注意你 因为通常香香是很忙 不会理男朋友的人 但是我的男朋友常常会说 我好像把他们当空气 所以我就是那一个让人家没有安全感的人 所以我一直在试图说 如何让对方有安全感 后来我想到一件事情 因为我也懒得跟他们聊天 因为我太多人要讲话了 所以我就说你传你吃饭的东西给我 他就会觉得你在乎我 因为什么时候让人家觉得有安全感 你连那种细微末节 你剪刘海 我都能关心关怀你 你就会觉得我很在乎你 对人类其实就这么肤浅 因为如果你是很表面的那种 说甜言蜜语 有时候除非他爱听 不然他会觉得你是不是敷衍他 就这么的简单 所以啊这一个人很简单啦 他要的是真挚的感情 就像我说的 安全感来自于日常 你的安全感来自于你在乎的人在乎你 那你要记得 我说安全感要自己培养 那你在乎你自己吗 所以啊 记得你要跟香香一样 当你在乎自己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强着来说 你来在乎我好吗 你来爱我好吗 所以 安全感是自己给的 那真的爱你的只有你自己 只好你爱自己之后 旁边的人都强着爱你啊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要得到你的心 他一定会比你更爱你 他才能拿到你的心 我跟你说 有时候真正的敌人是什么 是自己 所以你要创造 让对方觉得 他真的的情敌 就是你的心 他为了得到你的心 他只能满足你 那你不就被在乎了吗 安全感不就get了吗 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 但是知道的人很少 好 那大家可以勇于的留言发问 那我就可以在影片中 让大家知道 大家的困难在哪里 好吗 那我们如果可以分享 自己的问题 那给别人知道 那你也是功德一件 那你的爱情一定会很好 这张牌代表的是 其实你们的关系 是非常稳定的 在关系中 你们不要患得患之 来这一个safe 也是安全感嘛 所以也就代表 你们之间的爱情 只要放下控制 开开心心的 分享 分享 我也跟我的男朋友说 你今天可能不知道 跟我说什么 那你看到什么有趣的影片 你就传给我就好了 就看 对 分享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解放自由 对 所以你们的关系 是要自由的情况下去分享 放下这一个控制欲 那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就可以前进了 所以你们的开开 没有什么问题 那他有在想你吗 他其实没有什么在想你 对 这个人没有什么在想你 对 但是他 因为他也还蛮爱自己的 所以他是一个 很爱好自由的人 他当他被自己困住的时候 他就会把控制权交给你 说他不要了 但他会感到窒息 所以听到了这一个消息 我虽然讲了那么多安全感 为什么我要说 因为这一个人 他是很爱自由的人 他也不想要让你控制 所以你的安全感 你只能自己给 你跟这一个人 才能继续下去 因为他没有在想你 他觉得你是他的真爱 那他觉得 他还是要follow 他自己的心智 所以 这一个人 他不想你的时候 他都在干嘛 他都在野放自己 那 也有可能 他正被困越别的关系 可能赚钱 或他的家人 比较紧绷 都有可能 那也有可能 是什么 第三方的关系 他正在为他的生活 努力跟打拼 所以他没有空想你 那如果说今天 你们有所连结 他的真爱 是你 可是 他有办法说 满足于你 跟你时时刻 黏在一起吗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一个人 要的是开放性的关系 所以他想起的能量很低 他照顾自己的能量很强 那他忙着为自己的生活 他也有可能有别的人 那这张牌卡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电流 其实你某种程度 你一直有强烈的吸引他 就像电流一样 穿透了他的心 所以你一直是真爱 他对你是一见钟情的能量 非常非常的强烈 他觉得你跟他之间是彼此吸引的 如果你们两个不是固定的恋爱关系 就像我说一直有开放性关系 这个原因 你们那个化学变化 是没有办法克制的 可是你们的化学变化 会产生很多的压力 导致于逃避 所以这一个人 如果你真的要跟他继续 那这个人 因为都有第三方能量 所以他除了想你 也有想别人 那你也有机会 会有别人的存在 所以你们两个 也是是三角链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强烈 那他有想你吗 他偶尔会想你 但他不是一直 很努力的想你 那如果你想要 当这个时刻的想你 如何通过努力恢复这个关系 就是激情火花跟浪漫 透过嬉戏跟体贴 所以你跟他要开开心心的 他才有可能接近你 所以应该蛮多人 抽到这组牌卡的 因为你们如果抽到其他大众 应该会一直抽到这个人 要开心开放性的关系 不要一种紧绷的 所以你们两个人 要信吸引力 要透过信的吸引力 或是开心的吸引力 这一个人才会认真思考 跟你之间的关系 那这段关系的人 不会是永恒的 即使你抽到的是真爱 可是这一个人 他觉得他是喜欢你 可是那来自那一见钟情的 蜥蜴 你和他的续航力是不长的 因为他很自私 他很想要自由 好啦 这些牌卡要解决你的问题吗 那我们来看他想要跟你说什么话 香香是随意收的 但你的牌卡很神奇 如果跟你在一起 必须要很懂事 所以这个控制牌 是不是就出现在这里了 跟你在一起要很懂事 所以我多帮你抽了一张牌 没关系 所以就是代表说 他会愿意跟你在一起 他学会懂事这件事 虽然他很渴望自由 就代表因为你是他的真爱 你给他一点时间 他正在调整自己 如何的跟你在一起 必须要很懂事 代表他非常的幼稚 所以他说没关系 他最后面有机会 会变得很懂事 给他一点时间 因为你是他的真爱 所以他这个开放性的关系 有机会转正 所以恭喜你 那喜欢香香 记得给我一个赞 再来订阅香香 天天更新 天天疗愈你的心 如果需要免赞 记得留言 我再告诉你资讯 下次影片见 拜拜